美雨封面再度报道 造成高雄深夜下起了豪大雨 雷雨交加 真的是吓坏不少民众 气象局也针对高雄地区 发布了豪雨特报 其实来看看在高雄多处的路段 都出现了积水的状况 附近的住户气炸了 怀疑可能是因为排水沟太久没有清淤 才会酿成严重的积水 还有民众前一天才花了三万多块修车 结果大雨一来 马上变成了泡水车 巨大雨声伴随闪电 雷雨交加的情况再现高雄 雨是特别凶猛 水就像用稻的毫不留情 车子开在路上 雨刷开到最强 视线依旧模糊不清 美雨封面报道 没想到雨弹再度轰炸南台湾 高雄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 沿城区七弦路上 民众越往低洼处走 积水越深 水淹小腿肚 就连人行走都有困难 一旁的车辆 不管是机车 汽车 还是小货车 水淹将近半个轮胎 住户苦不堪言 修好的车子 马上变成泡水车 前一波的梅雨来 七弦路淹大水 这波梅雨再报道 又淹水民众气炸了 我们在想是不是水沟太久没有来清了 很久没清吗 很久了 我来这里一年都没有看过来清水沟过 不只沿城区 沉公路上也出现积水 马路都变成小溪流 积水还不断从排水沟冒出 伴随着雷电 想见雨势多么猛烈 气象区目前针对高雄 发出豪雨特报 住户沿阵以待 就怕淹水梦魇一再上演 记者王秀成高雄报道